作為異形補形 平時經常煮雞腳湯來滋補一下 多喝雞腳湯都會悶 所以今天介紹新的湯給大家 今次介紹的湯材料有 土腐苓、豬腳、花生、薑和蔥 買豬腳回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肉檔代為去毛斬件 回來只要洗乾淨 就可以將豬腳放在 加薑片和一杯米酒的滾水裡 用中小火煮十分鐘 就可以去掉血水 然後撈起出來備用 至於花生就要洗乾淨 用凍水泡浸兩至三個小時 土腐苓都要洗乾淨擦乾淨 就可以將所有材料放入鍋裡 加一小杯米酒 用大火煮滾 然後轉紋火煮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喝了 豬腳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質 花生質可以健脾養胃 兩樣都是女子的一物 加上具有驅寒的土腐苓和薑 喝完這個湯 保證不再有手腳冰凍 這個湯可以說是 花生雞腳湯的變咒版 我每逢出秀之後 媽媽都一定煮這個湯給我喝 她說要補一下腳骨力 話說回來 我現在也要補一下 先補一下